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谷电影解说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李荣和裴文轩还在聊天 裴文轩还在说着有嘴没心的事情 以前李荣喜欢牡丹花 苏荣卿就会一年四季在房间里放牡丹花 裴文轩笑着说他其实喜欢的并不是牡丹花 而是金屋花李荣很诧异,没想到他竟然会知道 以前母亲曾经告诉过李荣 不要把自己的喜好说出来,没想到裴文轩竟然知道 李荣在上朝的时候将一大箱金子送到了陛下面前 应该是有人想要贿赂自己这次的事情影响也很大 也希望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裴文轩打算在山谷种满鲜花给李荣看 仆人没想到裴文轩刚收回来的家产 就做了这样的事情 觉得实属有些不值得,可是裴文轩已经想好了 他也只能按照要求做事 上官雅发现有另一批人在蝴蝶侠做事 李荣对这些完全不知道上官雅说是裴文轩的人 但是他们在做什么也不知道 李荣倒是笑了,肯定裴文轩又是在为自己做事情 李荣一开始还以为是巧合 其实裴文轩是在敲打他从侧面想要阻拦李荣 李荣找到了裴文轩并且说他做的事情自己也知道了 裴文轩决定既然他已经知道了就邀请李荣赴约 李荣自然是答应了并且还让裴文轩干得漂亮一点 晚上两人一起吃饭 李荣还喂汤给裴文轩 他开始担心李荣期待的 万一不是他想要的该怎么办 李荣一大早醒来就发现裴文轩不在旁边 从静兰口中得知裴文轩一大早就出去了 李荣也急忙跑了过去 此时裴文轩已经来到了花田 并且搭了一个亭子在正中间 裴文轩弹琴整个琴声响遍了山谷 李荣也即将去赴约而早已有杀手埋伏在此 还在路上很快就遭遇了埋伏 而李荣先是按兵不动等着这群人跑出来 并且掉入他们早已准备好的陷阱中 黑衣人没想到竟然还有埋伏 李荣一行人继续往前赶路 很快李荣即将到裴文轩所在的花田 李荣大喊着裴文轩 裴文轩看见身后有刺客 赶紧过去保护李荣 李荣下马顺利被裴文轩接住了 李荣还在感叹自己 幸亏早有准备 还询问裴文轩的人在哪 裴文轩很诧异为了保护李荣他也受了伤 好在下属们及时赶到裴文轩和李荣顺利逃走 上官雅在悬崖边看着这一切 看来李荣已经成功了 李荣把裴文轩带到提前准备好的山洞换了衣服 裴文轩本来是准备了浪漫的花田 也没想到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其实裴文轩并不知道李荣的计划 只是单纯想给他浪漫 李荣看着裴文轩对自己爱搭不理 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了 裴文轩询问李荣今天的事情是否是李荣安排的 李荣一直都以为裴文轩知道结果裴文轩并不知道 李荣还在劝说裴文轩 等会上官雅就过来接应他们了 他让裴文轩先回去疗伤 裴文轩没有说话 但是看到了裴文轩今日穿的衣服 出去后 李荣看到了裴文轩最爱的琴已经被损坏 还有满山李荣最喜欢的金屋花 上官雅拿着琴交给李荣 还让他赶紧去追裴文轩 裴文轩就是在给他施爱 李荣把琴交给了裴文轩 裴文轩对李荣说应该把今天的计划告诉自己 裴文轩觉得一切都是自作多情 裴文轩以为李荣不愿意和自己在一起 又舍不得对他的好 裴文轩觉得李荣对自己的感情遭到了践踏 李荣还来不及辩解裴文轩就已经离开了 苏荣卿和苏荣华一起过来了 苏荣卿说李荣遇刺 他们是过来调查情况的 被活捉的黑衣人被带回去审问 结果发现对方的衣服里有玉佩 李荣一下就知道了对方的身份 他就是七星堂的令堂主 还让他乖乖听话 只需要把他知道的都告诉自己即可 李荣想要从他们的身上得到一些好处 甚至还说可以分地给他们 上官雅看着李荣还在忙着工作上的事情 一直没有离开李荣就是非常辛苦 李荣让苏荣华送上官雅回去 两人在路上还在说 裴文轩和李荣之间的关系好像更进一步了 其实苏荣华也觉得 李荣应该是对裴文轩有感情 只是说害怕自己越陷越深 到时候引来的祸端会越来越大 上官雅去劝李荣如果不喜欢裴文轩就尽快合理 这样对他们两个人都好 上官雅是故意这样说就是想推李荣一把 如果不这样做 可能会活生生的把喜欢他的人都给弃走 李荣知道今天的事情是自己做错了 他也有自己的无奈 甚至都不敢正面回答上官雅的问题 李荣回到家以后就刚好看见裴文轩走了出来 两人的感情好像变淡了一点 李荣说以前自己故意躲着他是自己的不对 裴文轩让他不要在意这一切也是自己做的决定 裴文轩曾经说过会一直陪在李荣的身边 李荣看着裴文轩要离开 随后主动的说让裴文轩再等等自己 自己因为心里有太高的防备 所以不敢认真投入一段感情 李荣原本以为裴文轩不会答应这样的决定 裴文轩说自己会一直陪在李荣身边 他会一直等着李荣 李荣激动的流下了泪水 两人之间内心的隔阂算是解开了 柔飞和苏荣青见面 苏荣青说自己眼下有一件事情需要让柔飞帮忙 裴文轩今天主动说要回书房 这倒是让李荣有一点不自在 不过裴文轩睡觉之前还是亲吻了李荣的脸颊 李荣心里倒是挺开心的 苏荣青告诉老师李荣遇刺这件事情 陛下必然会认真调查 所以苏荣青也需要上官家的帮忙 裴文轩去见陛下被要求送一支白玉簪 裴文轩说起了簪子的事情和柔飞有关 陛下勃然大怒并且告诉柔飞 不要在自己面前耍这些小伎俩 裴文轩今晚回家以后又睡书房 这两天李荣身边没有了裴文轩晚上总是睡不着觉 他晚上打算悄悄过去找裴文轩 看见门口的侍卫都已经睡着了 他捏手捏脚悄悄进去 没想到还是被裴文轩发现 李荣刚好躺在了床上 李荣抱怨裴文轩不搭理自己 裴文轩说自己只是想要保持一点距离 就是为了让李荣清除内心的想法 最后两人还是一起躺在床上睡觉 裴文轩还说只有睡在这里最舒服 在得知裴文轩今天用发簪的事情打压了柔飞 这一招确实不错 第二天早上仆人们看见两人竟然睡在一起 都非常时趣的离开了 裴文轩不明白为何李荣对苏家这么有信心 李荣说起了小事后 李荣第一次看见了苏荣卿 两人还一起出去聊天 虽然他们都是乳秀未干的孩子 不过苏荣清当时的想法也是非常超前灵活的 可怕的只是人心罢了 他们也有自己的底线 只要不拽过去就行了 谢家突然收到了凶器 他赶紧去向陛下告状 说是李荣买凶杀人 本来是以为可以杀死对方 结果失手了 其实这一切都在李荣的计划当中 他自然是不会让自己被误会 这都是在李荣的计划当中 李荣说自己收到了恐吓信 半夜就有人刺杀裴文轩 而上面的人其中就有谢家 李荣将自己设陷阱的事情告诉了陛下 好了 今天小谷为大家分享的电影解说 赞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谷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